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营区是东营市的中心城区 四千年的历史造就了物华人杰的人文底蕴 东营区这方自然的沃土 正加快打造美丽城市 培育美丽产业 建设美丽乡村 创造美丽生活 游在黄河入海口 赏矿是奇观 越在城南度假区 想缤纷精彩 为大力发展黄澜文化 2018年 中共东营区委宣传部 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坚定文化自信 以提供群众文化基础保障为根本 以文化建设三个一工程为总抓手 打造一个文化品牌 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 承办一项大型师会 力促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以东营区黄澜文化大发展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整体思路是 以全国网络文学艺术作品 征集为主线 以24节气系列文化活动为基点 借助东营城南旅游度假区 开发建设 全方位打造文药城南文化品牌 初步把东营区建设成为 网络文学艺术新高地 在全国亮出黄澜文化名片 全国网络征文活动 面向全国按照春旭夏歌秋韵 东变四大篇章 全年征集散文诗歌小说剧本 预言童话等能够发现 城南之美书写城南之情 讲好城南故事的优秀作品 举办朗读发布会等文化活动 全国歌曲征集活动 面向全国及海外词曲作者 征集能够充分体现 东营区的人文魅力和城南之美 雅俗共赏旋律名快 朗朗上口的歌曲 打造东营区城市音乐名片 目前已经设计开发了 文耀城南官方网站 文耀城南官方微信公众号 开通了文耀城南官方微博 注册了直播账户等一系列互联网阵地 实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友人 了解文耀城南的窗口 和文学艺术作品展示提交的载体 承办全国黄河口诗会 围绕东营的黄河文化 石油文化 海洋文化等 以诗意东营诗地之美为主题 举办齐鲁诗歌论坛 开展在最美的季节读诗 诗歌沙龙等活动 创作大型音乐诗句朗诵会 展现中国黄河口诗地之美 欧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东营市的沧桑巨变 增加东营区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味 行走城南主题采风活动 根据创作及采风报名情况 分别在各节气安排举行各类采风活动 为文艺作品创作打下基础 同时常年有针对性的邀请 各协会团体艺术院校等 组织各路采风活动 笔友会 交流会 研讨会和展览会等 光影城南 在城南度假区汽车影院 重新播映优秀故事片《城南旧事》 展览当年电影拍摄时的原版剧照 手稿原版海报等 并邀请电视台制作重文经典电视专访 致敬经典 首届黄河网络文学高峰论坛 邀请知名网络文学作家 影视公司和旅游公司等 探讨网络文学对旅游的带动作用 诊断围绕黄河主题的网络文学出路 打造黄河网络文学行业交流合作平台 和网络文化优秀人才交流平台 旅剧电影拍摄及旅剧版权运营 利用东营区作为旅剧之乡的文化优势 以旅剧创始人石电源的生平为内容 实施一部旅剧电影的剧本裁写及拍摄工作 同时创建旅剧商业化平台 举办旅剧商用产品发布会 用市场化手段实现旅剧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此外 系列文化活动持续开展 期待您的参与 为辅助文药城南文化品牌推广 我们还打造了文药城南品牌吉祥物 城南鼠 入驻腾讯旗下微信表情库 供全国微信用户使用 增加文化品牌活力和拓宽全国受众认知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要签订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文化兴 国运兴 文化强 民族强 全国网络文学艺术征集 和二十四节气系列文化活动已经拉开帷幕 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 已经加入到打造文药城南文化品牌的队伍中来了 我们在加拿大 我在悉尼 我在湖南长山 在重庆 驻东营区 预祝东营区文药城南活动 文药城南活动 文药城南活动圆满成功 耶 大家好 我是新小琪 预祝东营区文药城南活动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评书演员刘兰芳 这次东营区文药城南活动非常好 希望培养更多年轻人爱上文学艺术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最后预祝文药城南活动圆满成功